4月起新北板新雨林口桃源 实施第三阶段限水 泡水吃饭的行业首当其冲 尤其是用水量较大的洗车业 不过店家表示 其实夏天属于洗车淡季 因此限水的冲击也相对较小 因为夏天会下雨啊 会下午后一阵雨啊 大家看天气 其实就不会想要来洗车啦 夏天它是算比较小月 因为夏天的车子比较不容易脏 但冬天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下毛毛雨 而且东北季风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 它的雨会比较酸性一点 那对于轻面来讲 所以会比较容易脏 在限水或缺水的情况下 爱车民众一定很想知道 哪些小配搏让爱车保持清洁 老板说就像女孩子出门前 习惯上隔离霜一样 车子也有两种隔离霜 第一个当然就是定期的 我们所谓的上蜡 那就是一个月做一次 那蜡的持久性 大概都15到20天左右 那我这边顶级的部分 大概25到30天左右 第二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可能就是人家讲的镀膜 那镀膜其实基本上 它是一种涂层 它硬化型的玻璃解晶 所以基本上它的承受 耐酸性各方面 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大概都可以维持到一年以上 简单来说 上蜡和镀膜能够隔绝脏污深入烤漆 只要像这样一冲水 就能和脏东西说拜拜 老板说基础保养做好 洗车其实很省水 如果说你有在定期做保养 其实洗一台车子 真的比洗一个女孩子的头 还要省水 因为其实水枪它借由马达 把水的压力加大 形成雾状 那跟你可能只有开水龙头 直接水下来 当然是差很多 所以为什么现在可能一些公园 它们的水龙头 它们会去用喷洒的方式 那也是因为要省水 维持保养爱车的习惯 不止延长烤漆寿命 在陷水的旱季里 也不视为一种省水能方 中央世界红黄军张亚廷 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报道